主席各月委员,有请张区次长。 请张修次长。 委员,早。 车长好。 以现行的处罚条例第四条, 在管理的架构上,除了交通部直接管辖国道以及省道之外, 各县市区的城市内的道路,交通号制及交通标志的设置及维护, 都是由地方政府交通局来负责。 那交通部对地方政府负有独岛的责任, 特别请教三个问题。 第一,对于地方县市道路的交通号制及标志的设置, 我们交通部是如何的独岛和管理? 有没有定期的派员去计查? 第二,对于地方县市违规设置的情况, 交通部又如何足不及地方政府来改善? 第三,我们交通部是否已经订定全国一致的交通工程所册, 来供地方政府设置施工的时候以遵循。 就这三个问题。 我想这个部分,这个是耗制的部分, 到地方政府应办事项, 我们一般的话只有在道安市岛的时候, 会去看看他们耗制设置的情形, 并没有说一般很专案性的去派员, 我想这个部分我首先说明。 没有定期去派员去计查? 这个部分大概是定期, 所谓定期大概一年有一年一次, 大概到安市岛的时候会去看。 整个过吗? 我想这个部分, 因为耗制部分一般都是地方政府办理事项,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一年一次。 如果有违规的话, 你们是如何处起改善呢? 对,我是认为说, 如果在认为耗制设置不合理的部分, 我想警察机关, 他也是地方的一个部门之一, 他也会去建议交通局来改善, 我想应该如果设置玻璃的话, 他也会去建议去改善,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没有。 但是交通工程手册部分, 我想我们运员所有订定, 交通工程手册是有订定, 也曾经召集过交通工程的研讨会, 把各县市政府的人员都找来, 我想这个部分, 在运员所的部分, 我想是有办这个事情, 几乎每年都有办交通工程的训练。 市长的打货啊, 好像是应该, 并没有实际的落实, 所以本期在这里特别提出来。 这个另外, 在国道的联络道, 以及神道快速道路, 所连接的非都市区, 那个因为有很多新开发的市政, 这个周边的道路的路名, 地名, 这个行进的方向的标示, 通常都来不及呀, 来设置。 设置就这样不完备, 增加了驾驶者的危险。 请问, 这些个国道, 或是快速的道路, 在当初设计规划的时候啊, 交通部是否, 也曾经跟地方政府啊, 沟通协调, 统筹, 规划, 周边路线的道路标示啊, 有没有这么做啊? 我想, 跟委员不好意思, 我们设置交流道, 联络道的话, 一定要跟地方政府来协调, 不然我们有些会设计用地的问题, 另外呢, 我想这个标志部分, 事实上在交流道完成, 有些部分路段离开的时候, 我们都会去看这个连外道路的标志标线的问题, 有跟地方? 都会, 应该都会, 所以地方派员陪同来, 来竣工的时候来勘察, 都有。 此外, 我们的交通标志标示, 不清的一个问题, 也还包括啊, 地名, 路名, 英文标示不一致, 和错误的一个情况, 经常造成, 国外观光客的困扰。 那么, 也是必须很重, 必须重视的一个细节, 请问四个问题。 我想, 我们交通部前一阵子, 实施鼓励民众, 来挑出, 这个, 道路标志错误的活动, 目前, 是不是, 还在实施之中? 还没在做。 这是, 第一个, 是不是还在实施呢? 还没在实施, 这个, 我跟委员一样, 那个活动已经结束了, 但是它例行性的那个网站上, 还是, 请, 请那个民众, 如果还是有问题, 还是可以提供。 那, 一共发现几个错误呢? 有改善的, 这个几例, 是, 占几成啊? 有几成。 那个委员啊, 这个部分哦, 是不是, 事后提供资料给你好不好? 因为这个部分, 要现在, 我答不出来, 这个我们也没有注意的问题, 我会后, 会后给你好不好? 可见你们没有, 没有重视这个事情? 有重视啊, 我们有重视, 有, 事后给我资料, 有, 有几件人家提出来, 好, 好, 挑出来的一个错误, 是, 那个改善力啊, 有几成啊? 有, 有, 另外, 对地方政府主管的道路部分, 是否, 也一并的, 改进? 你不要只是说, 我们的国道和省道, 那地方政府主管的道路部分呢, 是不是也一并改进呢? 对, 我想他们提供给我们, 我们都会, 有转钱有关机关, 一统配合改进, 我想这个部分, 我们也持续来进行。 所以交通部应该, 设法统议, 我们全国的英文路名, 的一个标识, 以避免呢, 再三的, 啊, 错误发生啊, 好不好? 我想这个部分, 英文路名呢, 我们都是会, 依照研考会规定的路名, 来去转资, 好不好? 办理。 这个, 本习师认为啊, 我们的交通标志, 啊, 这个标志设置, 以及管理的问题, 是有关我们大众的, 啊, 行车的安全。 而, 你交通部是属于这个法规的, 啊, 主管机关, 就不应该啊, 啊, 副列。 所以, 除了要定定, 全国一致, 应该遵循的这个交通, 工程所册之外啊, 应该好好的, 啊, 富起独岛的一个义务, 使全国的, 耗制, 和标识, 以及, 标线的设置啊, 都能够一致达到一个标准。 而且啊, 也要能够定期的, 检讨, 啊, 设置法规的, 适当性, 以利啊, 修正啊, 不合时宜的一个法规。 市长, 以为如何? 我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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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同意杨伟的意见, 我想这个部分啊, 事实上标志标线, 耗制的部分啊, 我们事实上在各地方政府啊, 也经常会有一个通关性的检讨会议啊, 那这个部分呢, 凡是标志标线的部分呢, 我们是持续办理, 交通部持续办理的事项, 我们未来还是会持续, 积极地进行。 啊, 谢谢。 讲到今天的法案部分, 是, 我们蔡锦荣委员提到, 希望设置交通标志标线的时候啊, 能够考量颜色, 来辨识啊, 这个, 有色盲者的啊, 除了, 这个颜色区分, 交通, 耗制, 应该还要增加, 这个图形的这个符号, 一例, 设障者一个辨识。 不过, 本期特别请问, 也必须考虑两点。 第一件事情是, 我们全国交通号制, 这个灯号, 的位置经常不一致。 有些个都会去, 复杂的路段, 啊, 今天又, 增加了一个, 这个, 那又如何达到啊, 标示的统一。 这个是, 必须要考虑进去。 那么第二, 增加交通标志标线, 跟标号上的一个符号, 是否, 因为改变多数的一般驾驶人呢, 改变了他们的认知和习惯, 使得辨识和判断上啊, 会更加的复杂。 在这两点啊, 是不是能够, 好好的考虑啊, 这张。 好, 杨委员, 我谢谢你了。 今天这个, 我们为什么不敢贸然的就接受, 就是说, 主要你这个部分啊, 因为你现在一般, 我们如果是在接受有耗子的话, 一个, 不容易, 可能会影响正常人的判断。 因为你现在都是LED灯嘛, 改造的话, 可能会花费很多啦。 那这两点啊, 我会来考虑。 而且目前上, 世界上呢, 我们的耗子是跟国际接轨的,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, 我们自己做, 台湾是这样做, 外国人来的话, 他看不懂也是, 也不不好。 所以这个我们多方面考虑, 所以容许呢, 你一步的时间, 然后我们来共同研讨以后呢, 我们再来, 要不要看修正的问题, 好不好。 好, 谢谢。 最后一件事情啊, 我们洪委员, 洪修志委员提案, 要开放都会期, 红线路段停车。 本期导致建议, 我们交通部啊, 应该将本法, 跟停车场法, 所规范的都会去路边, 及路外的停车场的设置, 进行了通盘的检讨规划, 这个法跟那个停车场法, 通盘的给予规划, 来减少社会的成本, 以及发挥统和的效果。 市长以为如何? 我想没有关系啦, 我想我们来通盘来检讨啦, 那现在我们那个洪委员, 要修正的, 我是认为说, 在目前的法规就已经允许, 架子可以停车啦, 只要是要付牌而已啦, 那这部分呢, 我刚刚已经报告过了, 如果是个法规不明确的话, 是不是我们交通部, 发函给各地方政府, 就是对这个地区, 如果说不影响交通安全, 不影响交通顺畅的话呢, 还是要同一谈点。 都会期啦, 包括那个停车场法, 那一并同盘的, 去做这个检讨规划嘛, 好不好? 这一点, 希望能够这样作严一点。 好, 谢谢。